在這裏講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呢 有個人臨死做了善人 那時候就說他再投胎了 你一定做有錢佬了 你起碼超過一億元美金身家 他說我這麼窮 我選什麼都要選做人 但要做有錢佬 我給你一個願望 認可你 上帝就批你去做下世做過善佬 投了一拖之後 一路窮窮窮到仆街又再死 抬上去就說 大哥不合數 投訴 就去投訴 告上帝 現在有些人說告車工 說他誹謗 好了 為什麼你說明明給我做了錢佬 沒有 你有沒有人搞錯去看本寶 對 真的批了下來說給他做有多少錢身家 批了個order 那誰失職 那就抓那個財政師來問 天庭負責財富的人 你誰是失職 為什麼會弄一件事 明明批了order 說要給他一億元 他身家的 他那個新人一億元 美金 為什麼不一元 窮到仆街 他小時候 他拿著錢送來送來送不出 拆完幾百個行業的名字 都沒有他的名字 在那裏有份做 就是我給錢他 那都有行生意做 我才能給他拿一筆錢 沒有啊 我找文 整個房間的名單 哪個行業 哪人做哪個行業 沒有他的名字 給不了啊 老闆不關我的事啊 我沒有辦法給得到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樣子是誰 我只靠我的名字 那個行業是誰的名字 說姓什麼名什麼 找不到這個人 那筆錢還在那裡啊 就是說你就算有運 你有命你也會死的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 就是說你想拿水 你也要拿個兜才載到的 人去你就去 下雨了 有水了 手去那怎麼捧回來呢 所以希望大家年輕人 這個故事就說 你真的要有一技之長 還有三技之長